Aben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宇星宇 我是Aben 今日的星宇星宇 帮大家分享一下 星盘之中的12弓 分别代表的是什么 如果你还未知道自己的升盘是什么样的话 欢迎点击影片下方的一条link去查询一下自己的升盘 其实十二宫无论是中式或者是西式都有这种说法 它是记录着太阳和月亮焰着旺度的运行 每一年都会相遇十二次 在占式学之中我们就将旺度分为十二个等份称为十二宫 而这十二宫都分别会在我们的生命之中代表着不同的方面 和掌管着不同的运势 其中包括了我们的个人价值观 我们的财富、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感情、家庭、健康等等 而占式学也可以透过十二宫来帮我们占出吉凶和福和前程 马上来看看我们从第一至十二宫分别代表的是什么呢 第一宫在升盘之中 第一宫代表明宫 又称为常升宫位 其实就是我们的常升星座所在之处 其实它本身是白荣座的固定位置 第一宫明宫代表我们人格脾气、企图心 甚至身材外貌、体质状况、自我发展的能力、人生态度或生活方式 第二宫我们称为财白宫 本身就是金偶座的固定位置 顾名思义 财白宫代表一个人的价值观、物质和资愿、赚钱的能力、对钱的形资和态度 某程度上都可以体现出我们的佔有欲 第三宫我们称之为兄弟宫 本身是双子座的固定位置 那兄弟宫除了掌管着我们兄弟姐妹的关系之外 也可以代表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对周围环境的探索 和思考交流的方式 我们的社交情况也可以代表学习、考试、伦理等的人际关系 短情的旅程和大学以下的教育 第四宫我们称之为贫宅 本身是具体座的固定位置 它可以代表一个人的内心情感和家庭、心灵上的伴侣 代表我们的私人生活、不动产、安全意识、 父母的管教和晚年的生活 第五宫我们称之为子女宫 本身是狮子座的固定位置 子女宫不单只是指出自己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也可以代表激情和恋爱 它可以很准确地说出我们的恋爱态度、状况和对着的特质 同时也反映出我们的创意和表现的能力 投机运、私人社交、悠闲娱乐、创作和艺术能力 第六宫称之为勞博弓 本身是储女座的固定位置 在以前的时代 第六宫就代表一个人对待仆人的态度 现在就转变成是对路势的态度 也都显示出一个人的工作、内在的原则、节奏和做事的态度 也都可以代表一个人的人世关系、行动力、健康和饮食 第七宫我们称之为婚姻宫或者是夫妻宫 本身是天秤座的固定位置 夫妻宫也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下降星座 而当我们探讨两性关系的时候 就是最常提这个公位的了 夫妻宫代表的是婚姻的状况和感情的归缩 也都代表一个一对一的关系 另外也都可以代表生意的合复、贸易、契约 或者是诉讼等等的法律关系 第八宫我们称之为疾压宫 本身是偏揭座的固定位置 代表的能力就是在身的能力 它会影响着一个人的财运变化 而由于第八和第二宫是对宫 它和第二宫的财八宫是不同的 第二宫的财八宫可以说是精彩 必须要有所付出才有所收获 而第八宫就代表着它从他人身上所获得的财产 可以是有应或者是无应的 比如说是遗产、保险、信托、交税或者是嫁装等等 而由于天蝶座的守护星是明王星 所以第八宫都代表着一个人对于死亡、神秘时态的态度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个人内心 不被外界所看到的情绪和黑暗面 第九宫我们叫做迁移宫 本身是人马座的固定位置 它其实是一个变动的宫位 是显示出我们心目之中 由高至低分成不同等级的社会结构 比如说是智商、高等教育、法律、宗教、信仰、哲学、远途的旅程 国外贸易或者是移民等等 第十宫我们称之为观六宫 本身是山羊座的固定位置 可以判断一个人的事业企图心 或者是对社会的看法和观念 代表着目标、野心、责任、名誉地位和成就地位 而第十一宫我们称之为福德宫 本身是水平座的固定位置 代表一个人的人怨、理想、对群体的态度和关系 它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交友状况 社会观、社会团体的参与度和公益活动等等 而第十二宫就叫做原备宫 本身是商业座的固定位置 是十二星座宫位的最后一个宫位 它掌管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第十二宫可以代表着一个人本身 还未知的力量或者弱点 即是一个人的限制、秘密、前意识、直觉力、 犧牲奉献、耐心和精神层面的活动 好了,今集就和大家简短介绍了十二宫分别代表的是什么 而从下一集开始,阿笨将会从第一宫至十二宫都和大家讲解一下 它们分别代表的是什么 和当你的太阳星座、月亮星座、金星星座和水星星座 分别落在这十二宫的时候会有什么特质呢? 如果你是喜欢星座或者塔罗牌的话 欢迎点击我的头像进行Youtube channel的subscribe 记得打开你的更新提醒小铃铛 如果你想找阿笨作塔罗占卜或者看看星判的话 欢迎点击影片下方的link 或者是写信到以下的email address 我们下集星与星远见 多谢大家